如果獨立弄一個新聞性質比較強的 這個所謂的新媒體 是非常之堅硬的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那些網台 兩個人在那裏交談 這樣對著鏡頭 交談這個、那個 講一下是非 這樣做一下Youtuber 在Youtube登記一個盈利帳戶 一個月收回一萬多千 這樣而已 是嗎? 但我們是不同的 我們真的是 評論時事 評論時事 還有我們那個收入的來源就是 如果我們是靠Youtube 即是說做一個Youtuber 分他那些廣告費 請問你可以分到多少錢 是吧? 如果夠交租就不夠出人工 是吧? 所以都是要靠大家支持交這些月費 但是因為現在 你上網看什麼都不用付錢 基本上是 所以你很難做到 你的內容是 可以吸引人到 真的可以定時定後 每個月給你錢 你這個人 可以找這個人 有一個人 我可以找這個人